原标题 至今为止,以色列法庭紧做出过一例死刑判决,这位中了头彩的倒霉蛋,是前纳退军官阿道夫艾希曼,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,1906年出生在德国的索林根,1914年随父亲搬家到奥地利的林祠,年纪稍长后,他进入凯撒约瑟夫弗兰祠中学就读。 这所中学最有名的校友,名叫阿道夫西特德,他入学比艾希曼早了17年,艾希曼此时还不知道,这位学长后来影响了他一生,艾希曼在中学里面异常活跃,拉小体勤,参加体育运动,参加童子军,但就是不爱学习,是一名标准学者。 由于工作太差,学校最后将他开除,他父亲又送他去一所职业学校,艾希曼学渣本性继续大爆发,竟然连毕业学位都没拿到。 希特勒这是在干嘛从学校出来以后,艾希曼被老爹安排到自己手下的一个矿业公司上班,从此走上职场。 在此期间,艾希曼开始接触到纳粹党的各种宣传材料。 纳粹党的纲领就是要撕毁凡尔赛条约,建立一个纯粹的日尔曼民族的国家,并且清除犹太人。 这让艾希曼非常着迷。 展开全文1932年,艾希曼加入党卫军,成为纳粹的一员。 1933年,由于奥地利宣布纳粹党非法,艾希曼被迫回到德国。 1934年,艾希曼加入纳粹党的犹太人事务部,开始从事与犹太人打交道的工作。 纳粹党是纳粹,最初对于犹太人的政策还算客气,只是在经济上压榨他们,逼迫他们离开,没有强制驱赶。 艾希曼为此学习了西伯兰语,与犹太社区建立联系,还去巴勒斯坦考察,寻求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途径。 后来发现,政府实施该方案太费钱而放弃。 1938年,艾希曼前往奥。 蒂利,在他的安排下,十万犹太人被劝离奥蒂利,为此,艾希曼被升迁为少尉。 1939年,德国入侵波兰之后,纳粹开始强制驱逐犹太人。 艾希曼负责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和组织火车,将这些犹太人运输国境。 至于犹太人的死活,他是不管的。 艾希曼曾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驱逐六十万犹太人的行动,由于火车主要备用于打仗而半霸。 即使如此,他也依然把大约六岸三千名犹太人赶上了火车,其中三分之一死在了运输途中。 大批犹太人被装上火车到了1942年,纳粹终于对犹太人不耐烦了。 这一年的万胡会议上,纳粹提出了最终解决方案,要将欧洲土地上所有的犹太人,驱赶到新征服的东方地区的集中营,用劳役的方式,将他们虐待至死,幸存者则直接屠杀。 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,当然是艾希曼,他干这一行已经得心应手,他负责抄犹太人的家,江犹太。 人运到包括奥斯维辛在内的各个集中营,并盯时巡视集中营,监督他们屠杀犹太人的进度。 为了多快豪胜的杀人,纳粹开始使用毒气室。 万胡会议在此召开在惨无人道的,最终解决方案执行期间,有五百至六百万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。 艾希曼为此相当自豪,他曾经跟同事说,即使现在就进坟墓,我也会面带笑容,因为有五百万人给我垫背。 这让我的心极为受用。 1945年,纳粹战败,艾希曼被美军俘虏,但是很快就逃出了战俘营,躲到乡下。 1950年,艾希曼使用假证件,逃到了南美的阿根廷,以为可以就此逃过罪责。 1960年,摩萨德的特工绕了半个地球追到了南美,将艾希曼绑回以色列寿审。 艾希曼移居阿根廷时使用的假护照法庭上,艾希曼承认了自己的罪行,也承认自己厌恶犹太人,但是他辩解说,自己所做的事都是奉命行事,所有的命令都来自希特勒、海德里希和希姆来,他只是负责运输犹太人,没有屠杀他们。 然而检方出示的证据表明,艾希曼不仅负责阅输犹太人,而且深知犹太人此去将遭到屠杀。 他也曾经监督指导过集中营的工作,明知,犹太人正在里面被集体处决,对此他处之太然。 奥斯维辛集中营罪中,法庭的出结论,艾希曼不仅服同命令,而且全心全意地相信那翠世叶,是种族灭绝的主要实施者。 艾希曼被判犯有反人类罪、战争罪等15项罪行,被判决死刑。 1962年6月1日,艾希曼被押上了绞刑架,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